歌手现场提词器数量和位置大公开,这就是歌手从不忘词的原因。 不管是歌手舞台,还是歌手演唱会,为避免歌手现场忘词,都会准备提词器。 那么,对于歌手这种棚内录制的高品质竞技音乐节目,舞台上有多少块提词器,才能解决歌手因为忘词而影响比赛成绩和效果的问题呢?你注意到了吗? 答案是五块,但你知道它们的具体位置吗?考验观察力的时刻到了。 首先,在舞台的两侧各有一块提词器,位置凌空对称,用以避免歌手左右转向忘词。 其次,在舞台正前方,也就是观众席后方高处,有一块提词器,用以避免歌手正向或抬头忘词。 最后,在舞台与观众席时间,靠近中间贴的的位置,还有两块对称的提词器,用以避免歌手低头忘词。 据头提词器,低头提词器,左转提词器,右转还是提词器。 换句话说,只要歌手不对对观众。 上下左右,视频范围内都有提词器,这当真是,只要你不背离世界,世界永远都会给你温暖的提示。 这下子总算明白了,为啥歌手节目从来没有出现歌手忘词的情况了吧? 数量众多的提词器就是歌手从不忘词的原因。 当然,不是每一位歌手都需要提词器才能完整地表演,也不是每一位歌手都能不依靠提词器就能完整地表演。 于是,也有很多人觉得,依靠提词器完成表演,其实是作弊,也是不敬业的一种体现。 对此,你怎么看? 你之前有留意过歌手现场提词器的数量和位置吗?你的观察力过关了吗? 你不要再画一样,为啥歌手要没有长期来 你现在对这篇一样,然后在原来不会到过或者以为采静下设来。 你怎么看? 你怎么看? 搞的不太一样,没出来词。 成功大概是什么? 你怎么看? 我什么看? 我什么看? 你怎么看? 你怎么看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